其實兩大派別 Plan PIE和不Plan PIE Plan PIE真的夠膽死 跟你由早到晚塞滿一滿 連廁所BREAK都寫 不Plan PIE真的夠膽死 甚麼票都不買 去到吃壽司吃甚麼都沒有 不預訂當然沒有 已經來到 行程是這樣 麻煩你不要發脾氣 黑口黑臉 少少東西在嘰嘰嘰 有些東西麻煩你把他吞掉 快放暑假 很多人都可能約了一班朋友 家人一起去旅行 很開心 是不是 但你真的要評估一下暗藏的風險 有時一班朋友一起去 分開回 你有沒有聽過 先說朋友 一班人不如去東京 約約約約約 談了很久 Plan 行程 買機票 大家忽略了一件事 要早一點談的 就是Budget 我覺得有些人喜歡節省 每件事都和你節省 你不喜歡節省的人 就很慘了 我覺得大家大概賺了那些機票 酒店等等 大概多少錢 就說明了 我們四個女生去東京 就預計多少錢 酒店大概是這些水平 飛機就盡量搭這班 早機去晚機返 大家要談了有個understanding 否則你想想 訂哪班機又要咬一餐 哪間酒店哪區又要咬一餐 這樣搞法 真是未去旅行已經call off了 接著就是酒店 機票不是很多程機 是那幾層選的 酒店就麻煩了 你想想東京、日本 一大盆酒店 為甚麼呢 我覺得 可能每個人都寫了自己的wish list 例如我喜歡住銀座 不喜歡住新宿 那我寫吧 可能我城市酒店都希望有個大肉場 這些 抹下可能每人有三至四個wish list 起碼不是說 談這間酒店好不好 三個說不好 一個說好 你們永遠都談不到 可能有個朋友真的甚麼都無所謂 沒有wish list 你們選了甚麼我都OK 這樣都可以 那當然啦 你幾個人 可能wish list最後是 沒有東西in common的 那沒辦法 可能你們住多過一間酒店的話 這間就就這個朋友 第二間就就那個朋友 唯有是這樣 其實兩大派別 plan了派 和不plan派 plan了 真的夠膽死 和你由早到晚 塞到滿一滿 連廁所break都寫了 不plan派 真的夠膽死 甚麼票都不買 去到 想吃壽司 吃甚麼 甚麼都沒有 不預約當然沒有 還有甚麼想 甚麼shibuya sky 不買票當然沒有 去team lab 傻的嘛 所以 plan了派 對我來說 都很大壓力 其實我算是plan一半派 有些預料一定會去 例如這一天去落浮宮 就是落浮宮 一個上午 可能下午我是open的 到時看看怎樣 變成我每天的行程 可能有一半天是plan派 一半天是不plan派 但當你遇到一個朋友 真是plan到太緊 怎麼辦呢 我可能那天都要休息一下 會回酒店 或者會不會有些行程是我不參加的 可能你們喜歡看博物館 我喜歡shopping 其實可不可以分開行程 可能有一個人propose了 由早到晚的行程 其實就算不是plan派 你也有責任看一看 因為假如你不看 去到才發脾氣 就是你的問題 出發那天 真是麻煩 不要睡過了 真的有的 有些買了團體票 然後有一個人 真的 哇 知道打給他 沒有聽 整個小時都沒有聽 已經知道出了事 幸好最後 最後才去到 你知道 如果買團體票 基本上一個人來不到 整個團體玩完了 你自己跟你老公 兩夫妻 在家出門口 是喜歡問你們的事 但當你再involve 其他朋友 熟不熟也好 作為一種尊重 是真的不可以搞到這麼問 跟閨密很朋友 經常在聊天 沒試過一起住 一起去旅行 是兩回事 因為所有生活習慣都出來了 尤其在酒店 有些人真的進了廁所 一個半小時都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又洗澡洗頭 已經搞了半個小時 又說要洗衣 然後塗塗塗 用一下美容機 喂 你做某些事的時候 你都可以開門的 你不用一定關門 你搞到旁邊那個沒得用 這些你互相尊重 另外就是兩個人一間房 其實你也知道 酒店房也不方大 很多都 如果有一個衣櫃 全部掛了100%是你的衣服 有一個台面 全部100%是你的衣服 那你想怎樣 其實你兩個人回一間房 你自己懂得做 衣櫃你最多用一半 台面你不要搞到亂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 是做事 就是拍攝 然後真的跟同房吵架 其實我是讀寄宿學校的 我是好易相處 但有一件事真的不能遷就 就是暖氣 因為我是很怕很怕冷的 我開到暖氣都很大 因為我真的冷 我都不想的 我真的 我的腳是冰凍的 睡不到的 如果開不大 另外那個 工作夥伴 不是朋友 真的熱到死下死下 到最後我們就租多了房 因為這件事真的不能compromise 他出汗 我還冰冰 我覺得這些可能真的值得付錢 是租多一間酒店房的 第二件事就是出門口 這個真的喊了大家 喂 有些人十分鐘就出門口 有些人又是一個半小時 又說要夾頭 又化妝 又襯衣 又想不到 喂 如果我說明是十一點出門口 麻煩你自己早點起床 你又要跟我同一時間起床 但我搞十五分鐘 你又搞一個半小時 那我不是坐在這裡等你嗎 是不是 出了酒店房 一天的行程 計劃也好 不計劃也好 好 我覺得精髓是一件事 是態度 怎樣也好 如果之前不滿意行程 麻煩你去之前就出聲 好了 已經來到了 行程是這樣 麻煩你不要發脾氣 黑口黑臉 少少東西在嘰嘰嘰嘰嘰 有些東西麻煩你就吞了它 如果你每件事都要出來挑剔 你最終就是大爆炸 然後我聽過有個朋友說話 搞笑的 他說如果天氣不好 他有個朋友就會全日黑面 覺得看不到美景 就變成像生氣了一群人 唉 其實這些人 適合獨處 公主 直接有問題 這些人不適合去團體旅行 你連自己的情感都控制不到時候 而且真的要easy going 當有些團體活動的時候 吃東西 吃東西可能行程計劃好 可能沒有 然後我試過有個朋友 跟另一個朋友 一個就是喜歡去便利店吃飯團 一來是省錢 二來是省時間 有些人不喜歡坐下吃幾小時 覺得很浪費時間 或者很累 一個是foodie 以及不是foodie去旅行 整個餐飲的planning是很不同的 我自己都覺得是拿個中間位 即使我是foodie 我都不是餐餐米之年 可能一餐casual一點 一餐就吃好一點 吃好一點也不等於一個多小時 有時吃個烏冬 吃得好好的 都是半個小時吃完 即是要遷就 家人去旅行 有時是整盆人 其實我們作為華人都沒得走 當然要遷就父母 他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絕對不可以遇到行程那麼緊密 其實你早十晚三 可能已經要回酒店休息一下 你不可以由早到晚 即是長輩 我都不行 何況我二十多歲都不行 何況那些長輩 另外一個提示就是 盡量在交通方面方便他們 其實最好是包一輛車 或者包一個团仔 就flexible 等於是每天有輛車可以載他們 去東去西 有人接機 可能有人check in在酒店 這樣就可以減少很多tension的build up 有輛車 他們可能買東西放在車 也都沒那麼累 沒有那麼累 個人也都沒那麼容易發脾氣 有三個提示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不要用Wi-Fi彈 自己有自己上網的roaming 否則你不可以break off as a group 不可以說我去逛街你去喝咖啡 這些錢不要省 三個人share一個Wi-Fi彈 十年前就可能會 現在是不會的 第二樣就是 那些APP 可以mark expenses 這餐我給了錢 這餐是我們三個人吃的 那個飲咖啡就是 你給了錢 你們兩個喝 不關我事的 這樣mark好 最後回到香港 一次過找數就可以了 第三樣東西都很重要 麻煩你們當中有一個人 是很適用Google Map的 不要不懂得按 其實Google Map都要學一下 要運用一下 才發覺有些tricks 按按 direction 那些是要懂的 你一日看YouTube 要是自己按多些 還有都加多一個提示 第四個提示 就是你去那個目的地之前 穩定一些餐廳 或者要去的地方 在Google Map上mark 例如餐廳 你可以用綠色旗仔 One to go 然後必定很想去的地方 用SumSum Favorite 你去到那裡 那一區 只要一按Google Map 已經知道 附近會不會有些cafe 可以坐下 哪些地方好些 或者原來我shopping 那裡是跟著這頭 不要到時 再拿手不成小 按按按 已經要準備好 結語就是 一起去旅行 是等於一齊生活 大家要互相尊重 easy going 沒有所謂 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重 還有不要發脾氣 Don't start a fight 這樣就應該可以開開心心地回來